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进入到有关对战和对列的相关的算法题研究中 这一节呢,我们看了一道算法题是有关逆向波澜表达式的一道算法题 什么叫逆向波澜表达式呢? 它是这样的,逆向波澜表达式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这个字符串只包含一个数字 或者它由一连串数字组成 那么第二呢,它拥有以下的格式AB和一个句号 其中呢,A和B分别表示逆向波澜表达式 那么这个句号呢,表示的是四种基础运算之一 也就是加减乘除,这四种数值运算 这四种适者运算之一 那么A和B就是逆向波澜表达式 也就从这个定义上看,逆向波澜表达式 它的定义是地规的 也就是它的定义里面又包含它自己 我们拿一个具体的例子看 大家就清楚了 下面这个字符串 3,逗号,4,逗号,乘号 逗号,1,逗号,2,逗号,加号,逗号,加号 那么这个表达式 这个字符串呢 就符合逆向波澜表达式的这个要求 大家看这里面的A可以对应这个3 这个B可以对应这个4 然后紧接着这个乘号对应的这个句号 然后是数字1,2 然后对应的是一个加号 最后又是一个加号等等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值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可以算,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算3乘4的值 然后再算1加2的值 最后再把这个结果 根据这个加号再加起来 所以这个表达式最终的结果是15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题目要求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逆向波澜表达式 要求你计算该表达式的值 那么处理这种办法 这种算法题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的话 基本上你选对了数据结构之后 基本上你就把这道题给解决掉了 那么我们这一次解决这道题用的是什么数据结构呢 用的是堆栅 那么使用对战时 我们处理的算法是这样的 第一,如果当前的字符是数字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字符直接压入对战 如果当前的字符是运算符 比如说像乘啊加啊减啊这种符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对战上的两个元素 也就是站顶上的两个元素给弹出来 然后做相应的计算 如果这个运算符是乘法 乘号那么我们就做乘法运算 如果这个运算符是加号 我们就做加法运算 把运算后的结果重新压入到堆栅 那么当所有的字符处理完毕之后 堆栅上只能包含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整个逆向波兰表达式 计算出来的最终结果 我们根据这个给定例子 我们把这个算法步骤走一遍 首先我们第一次读到的字符是3 所以由于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把它压入到堆栅 那么这个state这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3 那么第二个字符是4 由于它是数字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给压入到堆栅 那么第三个字符呢是一个乘号 那么是一个运算符 乘号运算符的话 我们就要把堆栅上头的两个元素给弹出来 这两个元素分别是3和4 把它弹出来之后 做乘法运算 3乘以4等于12 把这个结果压入堆栅 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入第四个字符 它是个数字1 所以我们也直接把它压入对栅 继续接着走 我们读入第五个字符是数字2 因此继续把它压入对栅 这时候第六个字符是运算符 它是个加号 因此我们要把堆栅上头两个元素给弹出来 然后做相应的运算 也就是加法运算 得到的结果是3 把3重新压入到堆栅 那么到第七个字符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仍然是一个运算符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堆栅顶部的两个元素给弹出来 然后做加法运算 做加法运算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15 最后压入到堆栅 那么堆栅上只含有一个元素是15 那么这时候呢 由于我们所有的字符已经处理完毕了 同时堆栅上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说堆栅上这一个元素的数值呢 就是整个逆向波栅表达式计算后的结果 那么这是我们算法走一遍的情形 我们再看一下相应的代码 相应的代码是在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叫reverse polish espr的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实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算法步骤 那么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得到这个逆向波栏表达式的字符串 然后把这个字符串根据逗号分割成相应的部分 那么每一部分呢 我们进行判断一下 如果它是这个 如果它是一个这个运算符的话 is operator这个函数返回回处 运算符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判断一下 如果它是加减乘除之一 我们就返回处 返回处的话 我们就要做一个相应的运算 做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把占顶两个元素给弹出来 然后根据这个运算符做相同的相应的运算 如果是加号 我们就把这个做加法 然后压到对战里面 如果是减号 我们就做减法 最后压到对战里面 如果是做成法 我们就把头两个元素做成法 结果再压到对战里面 除法也是相应类似的这么做 那么如果当前的这个字符不是运算符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数字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字符串 转化成真正的整形数 同时压到这个对战里面去 那么走完整个循环之后呢 整个字符串的字符就处理完了 字符串的字符处理完了之后 在对战上只能含有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表明它是这个表明它是波兰表达式的这个最终计算结果 最后把这个数字从对战上弹出来发回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波兰表达式的结果 好 我们调试起来看一下 OK 那么我们走起来看一下 这个表达式 大家看是3 逗号4 逗号 乘号 逗号1 逗号2 逗号 然后两个加号 那么把它分成若干 把它们按照这个逗号分割开之后 就变成了这种情况 我们用 我们把这个表达式通过这个逗号分割成多个部分 然后便利每一个部分 如果当前这个 当前的这个字符是一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把它压入 把它转化成整形压入对战 OK 这里面首先压入3 紧接着压入4 这时候我们读到了这个加号 所以此时我们要去做一个运算 做这个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前这个对战头部的两个元素 4和3分别弹出来 然后根据这个运算符做相应的运算 这时候3和4后面跟着是乘号 所以我们要做乘法运算 把3和4做乘法运算之后 得到的结果压入到我们的stake中 对战中 大家看这时候我们的对战就保留一个数字 就是计算后的结果是12 OK 那么所有的步骤都是差不多如此的 大家自己到时候可以调试一下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算出来的结果是15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入款元素 那么在入款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new一个reserve polish espr这个类 然后把这个波兰表达4给输到作为一个初始化参数 在new这个类的时候输进去 最后要用它的calculation去计算这个表达4的结果 最后结果得到的是15 那么这个波兰表达4它的结果最后也确实是15 也就是说我们的算法和代码的实现应该是准确的 那么算法的具体逻辑呢 大家可以跟着代码和我们在文档里面写的步骤 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了一次堆战的运用 堆战呢 在整个面试算法中是经常被用到的 所以从这一个章节开始 大家也要注意抓紧对堆战和堆裂的研究 以防止在这个面试中被你被面试官给问到 好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